爱情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他可以拯救一个人 同时也可能让一个人彻底黑化 没错 这个宇宙的奇异博士 为了能和女友克里斯汀在一起 他学习了黑魔法 最终导致世界逐渐分崩离析 而这一切还要从那场车祸讲起 那天 博士和女友一起去参加晚会 却意外发生了车祸 这时女友不幸去世 在着内心的伤痛 博士踏上了历史的旋转 卡玛泰基的魔法修行 让他接触到了 可以逆转时间的阿德摩托之眼 在古艺离世后 他成为了至尊法师 并成功阻止了多麻木 尽管他成为了拯救地球的英雄 但女友的死亡却无法让他释怀 于是他利用时间保时 回到发生车祸的当晚 企图阻止悲剧的发生 按照博士的计划 他本以为可以避免车祸 可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 克里斯汀都难逃死亡的结局 在经历了无数字的循环之后 古艺突然降临 他告诉博士 克里斯汀的死亡是促使未来一切 稳定发展的绝对时间点 明白了一切真相的博士陷入崩溃 古艺劝说无果后 两人大打出手 爆炸过后 博士再次穿越时间来到了云 打开大门 无数的魔法书漂浮在博士面前 而这本书中记录着无数的禁忌黑魔法 为了能够逆转时间 他开始吸收魔物来增强自身的魔力 经过几百年的修炼 他已然成为了最强大的黑魔法师 但他不知道 他并不是这个宇宙唯一的奇异博士 当初在和古艺对战时 古艺劈开了时间线 同时也把博士劈成了两份 一个守护世界的至尊法师 一个堕入黑暗的奇异博士 然而这两种不同的时间线 被波融合在同一个宇宙 这也直接导致了世界的逐渐崩塌 果然 黑暗奇异为了融合自己的另一半命量 强行召唤了博士 为了证明各自的观点 两人又回到了当初的车祸现场 老羞承诺的黑奇不想多费口舌 直接想吸收了自己 却被博士提前设下的保护咒阻拦 随即双方再次展开战斗 混就试一体的两人打的是有来有回 黑奇使出魔物和马骨鸡 博士快速飞到坡公地狱 找准时机释放捆线索将黑奇困住 不料对方抖控袭来 博士落地的瞬间 黑奇释放出更强的捆线索 并使出魔法攻击攻击保护咒 奇异博士和尔维一 他释放出强大的黑魔法 成功逆转了绝对时间点 并轻松复活了克里斯汀 可随之而来的是世界的崩塌 黑奇奋力阻止世界毁灭 眼见无法对抗末日来临 他开始请求 贵远处正在开热闹地观察着出手帮忙 最终绝望降临 世界被黑魔法彻底吞噬 便成为一个结晶品 佩奇再次眼睁睁地看着 克里斯汀烟灭消失 而他也在深深地自责之中顿入黑暗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